好 受困在菁英酒店的旅客 刚刚已经有第一批是已经自驾下山 一共有17辆汽车跟两部机车 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才从天翔地区 来到这边前进指挥所这里 而他们留完资料后检查都没有问题 都已经可以各自返家 而他们一共总共有44人 而根据他们诉说呢 在地震当天所发生的情况 想起来都还是心有余悸 让我们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地板一直在晃啊 一直在跳就对 一直在跳 那就是像欧那个大概有30秒有 那里面有多少人 我那边今晚我们餐厅大概有10个 今晚菁英饭店大概有300多个人 包括外国人很多都 指振机已经掉走了 我们大家讲好说10点在那边出发 所以你骑了多久下来了 一个半走十五 不危险吗 你这样边骑下来 危险啊他们有 有吃早车啊 这10点先集合 然后开了一个半钟头才到这边 对啊 而另外呢 山上还有13辆中巴负责 在域民众下山 但大部分都是从台中南投方向离去 一共总共有12台车 其中 其中还有一台呢 则是空车自行离去 而目前接下来搜救救难队的最新搜救重点呢 就是要持续将道路清空回复动行 而在沙卡当步道还有 还有三名的失联者 就是一家五口的爸爸 一家五口的女儿 一家五口的妈妈和儿子 还有小女儿等呢 也是他们接下来持续的搜救重点 另外新加坡夫妻呢 在刚刚也已经有确认说 是在沙卡当步道下车 收救人员也会持续在当场 在现场持续搜救 以上是我们掌握 最新情形 把时间进我叫我棚内